那么习人为什么会有这一番建言 他为什么进来为了这件事情日夜悬心 又不好说与人只有灯知道罢了 那是因为呢在此之前 有一番让他运思构想的心路历程 他不是凭空突然冒出来 就要跟王夫人建议说 是不是把宝玉牵出大官员 一个釜底抽薪避免后患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呢 所以要注意原来是这个原因 刚刚我们说习人建言是在第几回发生 第34 可是我们往回追溯 那么这一段过程中 习人是首先遇到一个 让他震惊到魂飞魄散的一个遭遇 那就是第32回 素肺腑心迷活宝玉 这是第32回在此之前所发生的事情 那时候宝玉不是跟黛玉大胆清楚说 好妹妹我也为你弄了一身的病在这里 什么只等你的病好了 只怕我的病才得好呢 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 这真的是大胆至极 而且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是不是已经侵犯到所谓的奸情了解吗 这个是要用当时的价值观来说 所以你看 连黛玉都很怕被别人知道 宝玉送他手帕的含义 以及宝玉犯了吃傻之病 他也很庆幸别人没有怀疑到是他们之间有事情 你就可想而知 宝玉竟然这样的大胆倾土 而且当时是不是林黛玉其实已经先走了 那宝玉在一个痴迷的状态底下 没有发现眼前的人是后来替捕进来 要送扇子什么给他的习人 所以才把这一番告白等于呢 就让习人错听 他事实上后来发现 天哪是别人听到 他是不是也很惊惧 对不对 也很害羞 后来就一溜烟跑掉了吧 有没有 你就知道说 这真的是一个天大的过失 然后呢 错听了这样的一个隐秘心事的习人 请看作者对他的描写是 下的魂 魂消魄散 只叫神天菩萨坑死我了 你就知道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他心情之震骸呀 真的已经到了魂飞魄散的地步 各位要不要把这些反应考虑进来 知道那些话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因为万一有所谓的不才之事 那真的是身败名裂啊 所以各位请看一下 原因是因为两性之间 有情而再来是不是就是淫 淫这几乎是必然而然的结果 第五回秦可卿的人物判词 是不是说的非常清楚 秦继相逢 必主淫 第五回的秦可卿人物判词 秦一旦相逢就是两行相悦 就必主淫 这大概就是曹月琴也观察到的 两性之间的那个关系的发展 好所以呢 习人也当然了解这一点 所以他接下来就在想 真的一方面感慨到神仙菩萨坑死我了 可是一方面他就在想在现实界里面 将来难免不才之事 令人可惊可畏 注意到了吧 那什么叫不才之事 不才之事就是指男女之间不正当的关系 而且是很严重的不正当的关系 可以说是一种性丑闻知道吗 所以才令人可惊可畏 所以习人在第32回 已经发现宝玉跟黛玉之间有这样的感情 而且这个感情按照常理 将来难免不才之事 所以他已经在一个忧心忡忡的状况 这样了解意思了吧 所以他为什么就是一直考虑 怎么样可以避免这样的丑祸出现 所以到了第34回 他才会去跟王夫人借淫 干脆把宝玉牵出来 杜绝所有的后患 这样了解意思吗 但是事情没这么的简单 这是第32回啊 他已经发现宝袋之间 已经什么情绩相逢了 他现在要避免的是主淫的这个事情 知道吗 但不幸的是第33回又立刻发生 一个很空前的惨烈的灾难 你看第33回是发生调情之事 也就是金川是不是跳井啊 然后呢那么中顺亲王府的人 是不是派人来捉拿奇观啊 那贾政不是气得半死 然后就把宝玉毒打到几乎致命啊 有没有注意到这三件事情 全部都是环绕在跟银子有关的事情上 对不对 而不只是一个跟银子有关的事件 宝玉也确确实实 怎么样 遭受了毒打 已经是事实摆在眼前 不只是将来有不才之事 不才之事是不是都已经发生 只是发生在别人身上 不是跟黛玉身上 而且发生之后果然 他是不是几乎遭受到致命的危险 对不对 所以从32到33你看 你担心的事情是不是已经部分的落实了 而且这个部分的落实呢 也是宝玉几乎要拿出性命来作为代价的 那再严重下去就没命啦 这样你们懂我的意思了吗 好 所以呢 你们看一下 从第32回到第33回 总共发生的事情 虽然对象有男有女啦 你看有金川是女 那么奇观是男 然后他们的身份固然呢 也有尊与卑的这些差别 可是全部都是跟犯淫有关 而且呢 这就是所谓的不才之事 也就是所谓的性丑闻 而果然 宝玉也为此付出这么惨烈的代价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第34回 席人要去谏言的原因 这样你们懂我的意思了吧 我现在把表格 画给你们看 来就在这里 请注意一下 我觉得一个人为什么会有这些作为 而且算是比较积极性的作为 背后通常是会有一些 各式各样的考量 有一些力量在push他的 那么就习人来讲 他事实上平常是一个 不会去主动做建言的一个人 对不对 但是他为什么终究 藉由宝玉挨打之后 那么王夫人要找人来问问 王夫人要找人来问问保育现在的病况 那他就干脆自己就来到王夫人房中 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借这个机会来提出这样一个建议 你们看一下 所以简单来说 很明显 习人的这一段 从第32回到第34回被人家误会为这个告密的整个过程 请看 事实上是有这个前因后果有一个运思 各种的一个发展脉络的 那么各位请看一下 就是呢 第32回算是一个噪音 就是呢 首先埋藏下他要这个去建言的一个最初的一个原因 就是呢 因为素肺腑心迷活宝玉 而引发他对于不才之士的忧心 那时候他心里面已经在心下暗躲 心里面已经在暗暗盘算 如何处置方能够免死丑祸 那时候他已经心里面在想这个问题 那怎么样让保育不至于会发生不才之士呢 他已经开始在烦恼这个问题 然后在想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好的办法 来避免这个问题发生 可是啊他还没想出一个好的办法 他心里面还在担心 还在那样一个强烈的冲击 他当时不是吓得魂霄魄散吗 还在暗叫神天菩萨坑死我了吗 他还在这样一个强烈的一个震撼里面的时候 竟然立刻就发生一个他所担心的事情的落实了 他还没有想出办法 他的担心就已经成真 你看那就是第三十三回 这个原因果然也结出了一个可怕的后果 那就是呢金川跳井 然后呢还有引斗奇观 这些是不是都是属于不才之士啊 了解吗 然后呢于是在流荡幽灵 引入母壁的这些罪名之下 好来那么果然就导致了保育挨打的重大的灾难 这不就是不才之士吗 不才的丑惑吗 也果然你看紧接着在第三十三回就应验 所以这就造成了席人 他说近来我为这事日夜悬心 因为呢他有更大的焦虑了 前面是吓坏了后面的是焦虑更严重了 因为保育都去了半条命了 那再发生下去那真的是大家都完了 懂意思吗 所以呢到了第三十四回 你看这么样紧密发生的 种种重大事故都构成的习人 为什么要真的要去戒严的 背后的很强大的原因 他不是莫名其妙要去害谁 而是他背后一直在烦恼的问题在这里 所以第三十四回保育都挨打了都快没命了 我们真的都几乎都要完了 那么再不想办法解决 那就后患无穷啊 于是呢他终于就跟王夫人见言 然后他想出的办法是 保育的个性没办法改呀 他是不是老是爱在我们的队里闹 对不对他又老是爱做这些 让人家起了疑痘的这些 不必行机的行为 那唯一的这个解决之道 那不就是搬出园子外去住吗 这么一来就脱离跟女儿过分接近的生活环境 然后呢也比较有家长的看守跟约制 就不会有这些可怕的可能发生 如此一来呢更大的危机或患就可以杜绝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各位你就可以注意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 不但邪人根本没有告密 而你必须说他是建言 而这个建言呢完完全全合情合理 是完全是在一个爱人以德的情况底下 所以呢自自逼人让人静听的一番这个话语 而物的都是在保全各方 他也担心保育跟丹玉万一有不才知识 这两个人就是完了耶 要注意啊他哪里是为他自己 为他自己不需要做到这种 这个也谈不上有任何的这个私心在里面 好啦所以总而言之 从这一番我们的一个这些整理来说 必须说我们一开始啊 从清末评点家一路以来 到现代的宏学人物论述里常见的 把那些各个朱臂们所遭遇到的或死或出家 种种离散的这些不幸的遭遇 都把他归罪于习人 这是完完全全不公道的 那么习人根本没有针对任何特定的对象 事实上呢那样的一个建议也涉及不到任何的特定对象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好奇怪的 百年以来我们读者的一个 不知道为什么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定见 那么尤其像我们还要再补充一个 张爱玲她甚至做这样的推论 她蛮有意思的 她说习人是否残害情文并不能确定 有没有她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都说习人是为了残害情文 但是这里张爱玲比较保守 她说这个习不能确定 可是好奇怪 她又进一步认定说 习人重伤待遇是明显 好奇怪的推论 她认为呢 那是因为习人对王夫人的建言中 虽然是差与相提并论 她不是说林姑娘保姑娘 虽然说是什么姐妹 她觉得虽然是两个人都一起相提并论 可是这是张爱玲的推论 她说王夫人当然知道 保采与保玉并不接近 那么习人为什么要这样做 她的目的是不想在黛玉手下当姨太太 因为这个日子是不好过的 那我自己真的觉得我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因为什么叫王夫人当然知道 我觉得我们的读者真的都在用一些 你当然怎样 当然怎样 来推论问题 可是各位同学真的不能这样做 红楼梦在第57回就提到一件事情 应该是57 就是保一群人到黛玉的房中 然后刚好黛玉开了水仙花 那么那水仙花又是保琴送给她的 然后呢这个因为保玉称赞 那黛玉就说那如果你喜欢我就转送给你 那保玉就说不行啊是人家好意给你 你怎么可以转送呢 那黛玉就说哎呀我一日药吊子不离火 对不对那加上这个花香 就把我屋子里面的药香全部搅坏了有没有 所以她里面就有提到 那保玉竟然就说 那你怎么知道我房里有病人 那黛玉就说这可奇了谁知道你房里的事啊 我只不过是说我自己是用药吊子 这个在陪着的一个人如何如何 那这段话我要强调什么呢 那段话就是说 在他们的交谈过程当中 保玉把那个话题引述到说 你提到药好像你知道我房里也有个病人 他指的是勤吻 但是呢林黛玉说 谁知道你房里的事情啊 我是在说我的事嘛 我举这个例子是要告诉你们说 我们读者真的很容易想当然而 以为谁当然怎么样 因为他们关系很好啊 可是我刚刚举的不是这么完整的 这一段情节就在告诉你什么事情 连二玉之间是不是应该算蛮亲密的对不对 可是你因此就去推论说 所以黛玉当然应该知道 医工院里面勤吻生病 这就是一个大错特错的推论 因为这段情节就在告诉你 即使我们很亲近 我们关系很好 可是不是我所有事情你就一定会知道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提醒大家 你一定要注意不要想当然而好不好 不要说因为这两个人很亲 所以就怎样怎样 这个是一个我们平常很常见的错误推论 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你不能说哎呀他跟你是几十年的好朋友 他应该最了解你你错了 我几十年来最了解我的朋友 他一点都不了解我真的 那我观察跟体验过太多的事了 我真的要告诉你们 不是用一个谁跟谁怎么样如何如何 所以就应该怎么样 这种推论就是我们平常很常见的 一种尝试性的可是通常是错的的推论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太多的具体 那我刚刚举红楼墨例子就是要告诉你们说 你看连这两个人这么亲近 他都不见得知道你房里情闻生病 你们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怎么可以说 哎呀谁跟谁比较好 谁跟谁怎么样 所以当然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真的都是各位一定要避免的 我们要讨论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 人文学科没有绝对单一的推理的那个原则 更因此我们要就是论事 这个是怎么样 那个是怎么样 你就得要回到那个世界那些人本身 在那个当下的所作所为来评断 而不要去扯一个跟这件事情 没有什么必然相关的想当然而 这个事情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 事实上席人哪里没有什么 要在什么黛玉手下当姨太太 是什么日子不好过哪有这种事情 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上次跟你们提到过 席人跟黛玉是不是同一天生日 而且这个当然是作家的暗示 可是实际上的情感上席人跟黛玉好不好呢 要不要回答我这个问题 告诉你们他们的情感是不错的 有一次是席人特别跑到肖香馆去安慰林黛玉 真的是他不是情文 那一段你们再考察一下 确实有这么一个情节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那么就是在那个情文失散子以后啊 然后后来刚好就是林黛玉嫁林有没有 然后他觉得你们是不是 为什么在吵架是不是为了争吃粽子啊 然后呢就对那个席人说 好嫂子说出来我替你们和解和解有没有 他就称席人为什么嫂子 结果呢席人就说姑娘你这样子折煞我了 你千万不要这样子等于是在害我 对啊宝玉就说对啊你不要这样讲啦 你会害死他啦 你这样讲之前 习人就已经被人家这样子的欺负了 你再加上这个他不是更惨烈有没有 所以你看在这些情节里面 习人是被黛玉称为嫂子的 那这个我不觉得是一种讽刺 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应该说黛玉他甚至呢是承认 习人算是宝玉很亲近的一个女性 那各位更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当黛玉出来乍道到了甲府 当天是不是又掉眼泪到半夜有没有 因为害了宝玉杂玉 那么又是谁来安慰他的 是习人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到底事情如何 我们可不可以好好的把全部的证据都找到 然后呢实事求是旧事论事 不要用想当然而的 哎呀他们两个很好所以一定知道什么什么 不对的绝对不能这样推论 即使亲如亲子有很多事情 做父亲的都不一定知道对不对 做母亲的也必定知道 做孩子也不一定知道 这种情况太多了所以不要用这样的一个推论方式去讨论 去做文学分析一定很容易出错 这就是我给大家一个忠心的建议 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 我想对于习人的告密 我们只好就到此告一个段落 因为包含支批 然后呢包含我们很容易在这些事情上面所犯的错误 我们只能够尽力提醒大家注意这一点 但是当然啦我想一部文学作品实际上并没有绝对单一的答案 但是呢我们得还是要很认真的回到文本里面来考察 下面我们就要来跟你们分享 实际上呢在《红楼梦》里面给你一个非常明确的 习人完完全全是心地光明如日月朗照的一个证明 那就是登之道这三个字 还记不记得刚刚我们把王夫人这个习人对王夫人的建言一大段以后 最后有几句话我特别提醒你们注意 他说我近来日夜为这件事情日夜悬心有没有 又不好说语人怎么样 只有登之道 登之道三个字可圈可点 非常的重要 那么是曹月琴告诉我们 习人绝绝对对是心地光明磊落的一个人的证据 那么加上这一个我们绝对可以跟大家做出一个定论 就是习人绝对不是一个告密者 刚好相反他是一个贤习人 贤字当之无愧 有关这个习人他所谓的 那么近来他总是为这些事情悬心 然后又不敢说语人的情况底下 为什么他加上的是只有登之道罢了 那什么叫唯有登之道呢 当这个异象出现的时候 其实我是非常可以说非常的吃惊 然后觉得好奇怪 什么人在讲话的时候 会来说明他的忧虑 可是又必须那么含蓄内敛 不敢暴露的那种忧心 竟然会说我无人可以告诉 可是只有登之道 为什么用到登这么一个奇怪的异象 所以当我发现这个奇特的表现以后 我就开始追踪 那么登的异象到底在传 传统 请你们注意一定要从传统里面去找 然后以及《红楼梦》自己又怎样 来运用这个灯的异象 那所以在谈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习人他的无可告诉的那一种沉重的忧虑 事实上呢就在他的登之道之前 有一段相关的描写 我们可以先做一个背景来参照 那个是在第31回 那么当时呢 黛玉就调侃习人说 你说你是丫头 我只拿你当嫂子带 那宝玉当然立刻说 你何苦来替他招骂名 而因为这个说实在这种身份 大家竞争的想要的话 那么眼红嫉妒者一定又会把那一种 台面上的人就视为剑靶 所以呢 所以呢 宝玉就立刻回护习人 他说饶这么着 还有人说闲话 还搁得住你来说他 所以你把他称为嫂子 某个义来讲 就是让他变成靶心的那种异味 这个时候呢 机遇满怀的习人 他就忍不住吐露说 林姑娘 你不知道我的心事 除非一口气不来 死了倒也罢了 所以你看 他的心事重重 大概从第三回 有没有 林黛玉刚刚来到荣国府的时候 那时候作者就已经 说得非常明白 他非常的忧郁 宝玉总是规劝不听 而这个构成的习人 其实长久以来的所谓的远虑 那加上31回以后的禁忧 所以才导致所谓的戒严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 可是你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沉重的忧虑 跟忧郁已经累积很久 久到一种程度他是说 除非一口气不来死了倒也罢了 所以你看是已经到了 这么沉重的地步 所以可见 习人所担忧的 第一个攸关宝玉的生死前途 这个是一个很沉重的压力 其次 其中由于宝玉的性格特质 又往往会涉及到一些很不堪的 可能会导致性丑闻的一些重大的额悟 所以他又不好说与人 于是在这样的顾忌 在这样的忧郁底下 他只能够一直往心内去这个沉积 然后在这个沉积久了之后 他甚至感到说 这个真的只有一死才能解脱 所以各位就要注意 这已经是在第31回 那么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死了倒也罢了 那么到了第34回 那么各位你们就可以发现 他竟然转化成为唯有灯之道罢了 那这当然是非常有玄机的 一个很特殊的异象安排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讨论 那么灯的异象到底代表什么 所以他可以建造一个人的内心 在他不好吐露 可是呢又这样机遇马怀的情况底下 灯变成一个他所倾诉的对象 那所以就这一点来讲 我们请大家要注意 我认为 我认为 这个跟灯的这一个 他的物性的特质 以及这个物性的特质 在这个无论是东西方 我们对于这些物像的认知 背后其实都隐含了一些 延伸性的抽象性的 或哲理性的一些思考 那灯也没有例外 各位来看一下 这个是一位美国哲学家 叫那个Will Wright 那么他对于这个圆形 各位就是知道Archetype 这个真的是一直到我们现在为止 还成为集体潜意识里面 经常出现的重复的 而积淀已久的 而且因此非常固定的一些意象 那么他对于这个光 当然就是跟灯有关 那么灯之所以能够产生出 让习人唯有灯知道罢了 这样子的一个心绪反应 那么当然就跟他在暗夜中 会发出光亮的这个特性 息息相关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讨论 那到底光 尤其当然是在黑暗中才有光 或者是说在黑暗中的光 特别能够引发这种圆形象征 那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在这个哲学家 或者是这类理论家的分析之下 那么灯以及他所散发出来的 暗夜中的光 应该有哪些内涵 那这个Will Light就说 在所有的圆形性象征中 也许没有一个会比作为某些心理 和精神品质象征的光更为普及 意思就是说在所有的圆形性象征当中 光事实上它是一个非常普及的 然而它基本上是作为心理 或者是精神品质的象征 那么也这个象征事实上呢 也更容易被大家所理解 那当然我们既然很容易理解 下面的话我们就讲话一点了 他说呢 甚至在我们有关精神现象的 日常流行语会中 仍然有许多是由早先 关于光的隐喻所产生的磁和磁组 你可以注意到原来光事实上 已经渗透在我们的认知系统里面 包含什么呢 产明 启发 澄清 说明 明白等等 这些词语其实呢大多数啦 早就已经脱离他早先的 那个直接的来源 已经不再作为积极的隐喻而发挥功能 那么他们当然都已经失去了一种 张力感的特性 那已经成为一种纯粹的日常语会 这个当然是 然而呢 他现在要做的一个工作是 这些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呃事实上呢所使用的语词都来自于光的隐喻而产生 那么光你看会阐明事实 会启发我们看到看不到的 会澄清被掩蔽的 或者是被扭曲的 然后呢他可以说明一些我们不了解的 然后让我们进入到一种明白的状态 各位就知道 这些词汇都跟光的隐喻内涵是息息相关 那么为什么呢 那当然啦 因为在这个灯火喔 在夜间燃亮之前 人们事实上是在黑暗当中 跟混沌之中 与愚昧跟无知相维伍的 我们在黑暗中就像瞎子一样看不清楚真相 对不对 然后我们甚至行动都会跌跌撞撞 然后我们根本 摸不清楚这个世界的轮廓 就这点来说 那么有了光 某个意义来讲 就等于像我们睁开了眼睛一样喔 就像这个地球有了太阳的照耀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威尔赖特他又进一步指出喔 他说光呢在人类的精神世界里 有三种基本的象征意义 好那这个就请各位要注意了 刚刚的那些什么阐明 启发 说明等等 那个都还算是已经失去了一个原始的 这个隐喻的张力的特性 然后变成一个很日常的语会 但是呢就光来讲 他作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还在使用的 也一直对我们来而言都带有那样象征意涵的 那么有三种基本意义 好所以第一光产生的可见性 好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所以他使得在黑暗中消逝隐匿的东西 显现出清晰的形状 然后呢经过一种自然的 也很容易的转育过程 那么物理世界的光的可见性 就会转育成心理世界的一种转育活动 于是光就自然变成了心理状态的一种符号 好而且呢也就是说 变成了心灵在最清晰状态中的一种标记 这个呢请注意就跟其人为什么说 我真的要用死才能解脱的那种沉重的忧虑跟压抑 在黑暗当中在我没有死之前只有灯知道 就是因为他的心机就是在那样一个灯 所散发出来了光芒的一种很清晰状态的一种心理的一种样态 那所以对他来讲他真的是只有灯能够完完全全清楚的 那么掌握到没有人了解的那一种隐蔽的忧虑 这个是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光的这些象征意义 对于理解其人事实上是非常有意义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其次光的这一个象征 又有哪一些基本的意义呢 他说威尔赖特说现代社会已经把光跟热区分开来 对不对认为说这是两种不同的属性 光是视觉的热呢是触觉上面的 但是在远古的古代光跟热事实上是不假思索的联系在一起 他们根本上是有因果关系甚至被直接等同 所以说他说光在智慧成名的状态背景底 也会产生火的隐喻性的内涵 这点要注意那什么叫火的隐喻性内涵呢 请你们注意一下就是火的燃烧品格 使得光成为心灵的燃烧剂 具有热情和力量的象征意义 所以唯有灯之道 我们也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对于习人来讲我真的是出自于一种热心 一种真诚一种无私的对保育的关照跟这个思虑 所以呢他必须要发挥力量 那么如果他作为一个隐形的妾 那么如果能够借由他所在的保育身边的这一种情感的力量 来发挥规见的话 那么习人是会愿意去做的 我们之前不是看过他 他甚至会说你比喻那个什么海棠花 就是认为习人要秦文要死有没有 他甚至干脆说秦文再好也灭不过我的次序 想是我要死了有没有 那他就是利用他作为大丫头或超级丫头的这种地位 然后呢来引导或者是改变保育沉迷于死亡的这一种哀伤中的状态 那这个其实呢都是完全一贯相关的 那么这事情大家要注意 第三呢威尔赖特说 他的光的第三种基本象征意义是 他具有普照的性质 那什么叫普照的性质呢 就是他具有一种特殊的蔓延力量 所以你看光是可以弥漫到没有界限 那么一光的燃量一灯的散发 他实际上可以骗造三千世界有没有 这个是佛教里面也常做的一个隐喻 虽然我讲的没有那么好 那么就这一点来说 光的这一种蔓延力量 这一种普照的性质 所谓的何处春江吴月明有没有 然后呢这个就这一点来讲 又跟心灵的特征可以联系起来 也就是心灵如同光跟热一样 具有引导普及的作用 那我觉得就这些而言呢 各位就可以注意到 原来如此 光的象征意义实际上呢 它可以在人类的认知系统里 甚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与会里 乃至于我们在进行思考创作的时候 我们会援引到的一种很自然的基本原型 用的就是它的象征意义 那么就这一点来讲 事实上在人类有史以来 不是一开始就由灯来担负这样子的一种照亮 或者是启发或者是所谓的蔓延 心灵的燃烧剂引导普及的作用 这个实际上一开始不是由灯来担负的 我们请大家来看一下最早的时候 实际上呢我们从那个传统文献里 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象征意义 是由这个日跟月 这说实在的就是人类只要晚上抬头 或者白天抬头向天空 你就可以感受到的一种光源 那么最早就是由这种日跟月 来传达这些象征意义 而《红楼梦》里面事实上也用过 我们先来看一下 最早在像诗经国风的王风里面 就有这样一句话 它说未于不幸 有如假日 所以说你看 谁说你们不相信我 那么我的心就像那个朗朗明照的太阳一样 你根本毫无掩蔽 而且光明可见 所以呢你们应该要相信我 这个是诗经里面早就这样说了 那么最有意思的是呢 《红楼梦》也继承这样子的一种传统用法 很有趣喔 我们请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第一次是出现在第28回 当时宝玉不是提出一六非常古怪的药方 有没有还要上千两银子 还要投胎紫盒车 还要什么什么之类的喔 反正让大家质疑啦 然后呢那 那宝玉就说 可是那一 前一阵子薛盘哥哥有跟他要过喔 要是不信你就问宝姐姐 那宝采说我不知道 对不对 因为我没有整天跟我哥哥在一起 这么奇怪的事情 所以他不敢作证 然后呢所以大家就更认定 宝玉是在撒谎对不对 连林黛玉都在用手指画着脸修他 还记得吗 然后宝玉就很冤哉忘哉 没想到这时候 凤姐在远远的地方 本来在指挥下人做工作 听他们的这个对话 就走过来帮他澄清 那凤姐说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 薛盘还跟他要说 哎呀如果那个珍珠 那就算如果没有现成的旧的 那么头上头发上戴的拆下来 也可以替代来用 有没有 那凤姐没办法就只好拆下来给他 因为薛盘说的很恳气 还说过几天我拿更大的来还给你有没有 类似这样 所以就在凤姐说这一段历历 真实的事件的时候 凤姐每说一句 宝玉呢就念一句佛 说太阳在屋子里呢 注意到了吧 太阳在屋子里就是 位于不幸有如绞日啊 他说你看王熙凤等于就是太阳 现在走进屋子里了 照亮我的冤屈 澄清我被这个误会的那一种被哀 所以各位你们看一下 这个太阳在屋里 这个太阳就是发挥建造 就是照亮澄清这样的一个事实 的一种意象 那么第二个呢是出现在第46回 当时呢鸳鸯因为要被那个假设抢取 对不对 然后呢就被假设误以为说 自古嫦娥爱少年 你一定是嫌我老了 或者是你看上了宝玉 什么之类的 那鸳鸯就很冤枉 他觉得说根本不是 我根本就是不愿意嫁人的 那么对方是谁 什么宝天王 什么宝皇帝通通都没有用 那个时候他就发下了一段誓言 各位看一下 这个誓言是说 若说我不是真心 暂且拿坏了之物日后再图别的 请看天地鬼神日头月亮照着嗓子 从嗓子里头长钉烂的出来 烂化成将在这里 有没有注意到 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说谎 那么将来我的嗓子就会烂掉 好这个算是一个惩罚 那然后呢日头月亮就照着这个嗓子 你看让你看得清清楚楚 我绝对是表里如一言为心生 然后这真是我真诚从肺腑掏出来的誓言 所以你看这里的日头月亮 那么更加上一个夜间的光源 那更清楚的让我们看到最早最早 人们在他的认知系统里面的由光 来产生一种证明澄清 或者是一种洗刷冤屈的这样作用的光 就是来自于自然 也就是日跟月 所以呢可以这么讲 那么这样子的一种光源 当然它必须迁就于一个自然的循环 自然的现象 那人为的世界里面 当我们的文明进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事实上呢 我们就在夜间发明了照亮的工具 那么主要就是由竹跟灯 我们可以连称为灯竹 当然我们可以简称为灯 总之都是在夜间 那么在人为制作的一个物品 然后加以点燃 然后就发挥了有如日月的光亮 所以呢这个灯跟竹当然在人类 尤其是在那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中 它事实上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那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 事实上蜡烛喔 它在传统古代是非常昂贵的一种器物 我们今天大概都不值钱 但是在古代是非常不一样 蜡烛它事实上是那种富贵人家才用得起的 那跟灯不一样 因为灯可以用油灯 油灯相对来讲比较便宜 那这个是我们现代人完全可能会误会的一点 但是因为这个追踪起来非常的麻烦 我们今天实际不够了啦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简单来说 在灯跟竹由于在人类的历史中 它实际上也已经有很长久的历史 所以它很自然跟这个光的象征意义也连结在一起 某个意义来讲 它甚至呢取代了 可以说很大比例的取代了日跟月的 这个光的基本象征意义 因此呢有一位学者 是大陆学者傅道斌先生 他就曾经归纳过对于这个灯竹意象 在艺术世界里的象征意义有哪些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讲的是日月 现在我们就来回到人工的制作物 也就是灯竹 来看看怎么样延续这样的一个象征内涵 那么灯竹在艺术世界里的象征意义有哪些呢 首先当然灯竹也是一种发光体 所以它在艺术世界当然包含小说也是 它是象征世界里面呢 作为一种燃烧跟照亮的一种工具 所以当然延伸出来 请你们注意一下 它又象征着希望和获救 因为有了灯那你们就知道暗夜里 你可以躲避旷野里不知名的野兽的侵害 对不对 因为在你们都知道在大自然界 动物是比较怕光的 像野狼啊什么啦 那有了这个熊熊燃烧的光 多少可以驱退它们 那这个当然也是来自于人类远古时代 挣扎求生的那一种原始的生命经验 所以它可以象征着希望和获救 甚至呢它还可以象征着急庆热烈的生命气氛 有没有注意到像嘉年华会很多的庆典在夜间 还有嘛我们元宵节不也都是要什么 要有灯啊对不对 要提灯笼啊 所以它真的也是象征一种急庆热烈的生命气氛 对不对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连带一起来思考 那么第三灯笼的这个象征意义还有什么呢 请你们注意灯笼代表着燃烧自己照亮世界的人生品格 同时呢在暗夜的背景之下 灯笼体现的是具有一种挑战意义的抗争精神 所以各位你们就更知道了哦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 事实上又符合行人的这个唯有灯之道 你看燃烧自己照亮世界的一种品格 而且呢它基本上是有一种挑战意义的抗争精神的发挥 就是它不能够接受既有的不理性的 而且呢那条路明明就会把你导向毁灭 你为什么要放纵自己的本能 所以它很努力的想要把保育导回正途 这基本上事实上对保育来讲也是一种挑战性的作用哦 那这个是第三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哦 就是灯笼也因此请注意 它特别特别在艺术的世界里成为智慧和艺术的象征 所以有了灯笼你可以看清真相 不就代表你拥有了智慧吗 你不会被蒙蔽 你不会被冤 你不会对冤屈者继续用石头打他 相反的你可以维护他了解到他的心机 所以这难道不代表智慧吗 因此灯笼的代表智慧 我很想要跟你们分享我很喜欢的一句黑格尔引述的 那个罗马的那个拉丁谚语哦 那句谚语说的就是 密纳发的猫头鹰直到黄昏才会正翅起飞 那什么叫密纳发呢 密纳发是罗马的女神的名字 它对应到希腊女神就是雅典娜 好那雅典娜不就代表智慧吗 对不对 然后呢在希腊世界里面 他们的学科常常会有一种代表动物 你们知道医学的代表动物是什么 蛇因为它有再生的意义哦 那哲学的代表动物是什么呢 哲学它是所有学科的根源 也就是所有的智慧知识的根源 它的代表性动物就是猫头鹰 因为对他们来讲 猫头鹰可以在众人皆岁的时候我独醒 在人们都已经变成盲目的时候 它却炯炯有神 不被黑夜所蒙蔽 所以它代表哲学看清真相 不为表象所迷惑 所以它变成了哲学的代表 所以密纳发的猫头鹰直到黄昏才会正翅起飞 什么意思 智慧是要到了大家都被蒙蔽的时候 它才开始发展你要知道 所以白天大家都看得到 所以你说对的事实又有什么了不起 了不起的是 当众人都被蒙蔽的时候 只有你清清楚楚 这就是真正的智慧 所以你看直到黄昏才会正翅起飞 不仅是猫头鹰 不仅是哲学家所认为的真正的智慧 要在夜晚才会受到考验 而这么一来的话对应到灯竹 有没有注意到 那灯竹岂不就代表智慧吗 因为它只有在夜晚才会被燃亮 然后帮助你看清很多很多被蒙蔽的事物 所以从这点来讲 我真的觉得我们必须借由灯竹的意义 那么尤其是它会发光的这种特性 然后了解到光的种种象征意义 然后我们才可以掌握到习人的唯有灯 知道到底是什么遗憾 那当然如果我们直接从《红楼梦》里面来考察 你会发现《红楼梦》里面的灯真的出现很多啦 因为它写的就是日常生活各种琐碎的小事 但是那些小事我们就不多说了 因为那只是一个日常性的运用 因此我们现在的重点还是在于 灯它作为在黑暗中发光 所以请看一下它可以 我把传统里面 传统的文献里面提到光跟灯竹的作用 所运用到的一些语绘整理给大家看一下 事实上这个非常的多 我们这里只是举余而已 那么传统就讲到说 灯的作用是照茶纤维 你可以看到非常细微的东西 然后呢不会这个草率不会忽略 然后无影不张 你看没有任何隐藏的东西 不会彰显出来 那就是在灯的照料底下 那么一切都会坦漏在眼前 然后你看眼丑无影毫芒必照 意思就是说无论是眉丑 那么都藏不住的粉插在后 或者去整形都没有用毫芒必照 这就是因为强光照耀之下无所遁形 这样知道意思吧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光的作用 那么关于光的隐喻 也就产生了一些相关的词组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像铲铭啊 启发啊 澄清啊 说明 明白 竹照等等 这就是《红楼梦》里面 灯的重要指射意义之一 那么事实上呢 这当然来自于传统哲学 还有呢佛教在传法的时候 你们看从唐代以来 很多文献讲到佛法的那一种无边 跟他的这一种本质性的智慧 也都会用灯来作为一种比喻 那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多 我就不想再多说了啦 那么总而言之 我只与一个例子好了 这边是佛教的用法 是在《六祖坛经》里面有提到 他就说呢 善之士定会犹如何等 你知道定静会有没有 那定会犹如何等呢 下面就解答 犹如灯光 你要有定会 就是好像你有灯光一样 有灯即光 无灯即暗 灯是光之体 光是灯之用 明虽有二 体本同一 他说这个叫做定会法 所以亦复如是 所以各位就知道了 我们把灯跟光放在一起来讲 那是完全吻合 我们传统 尤其在佛教的那个教义里 跟传统哲学的一个运用 所以 所以刚刚所谈的 有关灯的象征意义 以及 他如何运用在 一些事理的一个表现上 我们都不能忽略这个重要的特性 好啦 下面我们就来谈一下 那么这个灯跟心 基本上就因此构成了一种 互设互印 以及呢 一种彼此定义的关系 也因此灯 他就因此变成了心的一种证明 也可以说是对于真理跟真性 真性就是真实的本质的一种诚心的作用 所以请你们注意 心跟灯 在这里就画上灯 好 因为心是别人看不到的 心甚至会自欺欺人的 但是呢 有了灯 你就可以坦然 那么照彻心的所有幽暗的角落 你真正是一个磊落而光明的 一种这个内在的呈现 所以唯有灯知道 你也必须从这里来了解 所以那时候的席人讲这句话 意思就是 我的心就跟灯一样 然后心跟灯合而为一 但是也只有我们彼此互相定义 互相了解 好 那这样子的一种灯 我们请各位再注意一下 在《红楼梦》里面好有趣 出现过一个后续的 一个进一步的运用 就在第77回 翘丫鬟暴躯腰风流 也就是那个秦文 临死非常悲哀妻妾的那一大段 也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灯的意象 当时呢 因为他被撵出大官员 握病在床 那宝玉不是私自去探问他吗 然后呢彼此讲了一大段话 非常的哽咽动人 然后后来还发生互相郑重指甲 互换蚝衣 这样子的一种 算是一种交换信物的一种情人的一种举止 那在这里呢 接下来就发生一件事情 结束了这两个人之间 非常妻妾缠绵的对话 然而这个人物的出现 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那么接着有一位 就是秦文的表嫂 有没有 就是跟着她的哥哥 一起呢被收纳到大官员里面来的 那么在第77回出现的时候 请注意 她的名字呢 变成了灯姑娘 请注意不要用那个 一般的承家本 承宜本 要用根成本 因为在成高系统里面 被这一段呢 灯姑娘被改写为李贵媳妇 那个事实上就完全看不出 灯异象的重要性 所以在我们根成本里面 这位灯姑娘就出面 那么就讲了一大段话 说实在的也非常有趣 算是为秦文洗刷冤屈 那么她的洗刷冤屈的方式非常特别 那么这个人物是怎样的人物呢 她是一个自情重欲满宅内边 延揽英雄收纳才俊 上上下下竟有一半是她考试过的 那这个是一个花痴型的浪荡女子 对不对 然后她在窗外已经偷听了很久 然后呢就在这个秦文跟宝玉的 这个长篇对话告了一个段落之后 她就现身 然后是不是就紧紧抱住宝玉啊 然后就要诱拐她 然后呢宝玉就吓死啦 然后呢这个灯姑娘还觉得说 真的是重看不重用啊 还有我平常听说怎么样怎么样 真的是文明不如见面啊 有没有讲了一堆 然后呢这个宝玉就满口央告说 这样会被人看见什么什么的 然后这个灯姑娘下面都讲了一番话 请注意 她事实上等于就是作者所刻意设计 要出面为秦文的蒙冤 作为见证的一个重要人物 她就说我们姑娘下来 意思就是说我们秦文这位姑娘被撵出来 她说我也料定你们素日偷鸡盗狗的 我静来一会儿再窗下细听 屋里指你二人若有偷鸡盗狗的事 岂有不谈及于此 谁知你两个竟还是各不相扰 可知可知天下委屈事也不少 如今我反错怪了你们 有没有注意到你看可知天下事委屈也不少 所以就这点来讲 你看从此呢 这位秦文就在我们读者的眼光当中 完完全全得到了彻底的澄清 也因此我们更为她一局同情不甘的眼泪 也因此她得到了这么多读者的支持 其实也就在于这里 于是我们读者就常常忽略掉秦文 事实上性格中是有她很严重的缺点的 那么无论如何 能够得到这个花痴女子的赞配 事实上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因为对这样的人来讲 她觉得天下男人都一样黑 每个男人都会犯同样的错 没想到眼前这个宝玉竟然如此与众不同 相反的对她充满敬意 后面还对她说以后你只管来我绝对不啰嗦你 我会作为你的护卫你的铁粉 这就很了不起啦 因此呢各位要注意 这段情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然而奇怪的是什么呢 这位灯姑娘实际上她就是 作者说的很清楚 是在前面第21回的时候 那么作者说这就是前面 这个跟贾连是不是有染的一位女子 那时候那个乔姐儿不是生了水痘 所以呢要继神就要隔离 于是那个贾连就熬不过 然后就开始有一些外遇 其中一个就是这位女子 可是第21回当时是叫她做什么名字 是叫多姑娘 你们要注意 而且呢 这个是因为来自于她的丈夫 叫做多魂虫的关系 所以就要冠夫姓就变成多姑娘 那这就造成了一种不一致喔 可是这个不一致为什么会形成呢 那当然作家有她自己的考虑 我们除了发现她的不一致之外 我们就要进一步去思考 怎么会这么的奇怪呢 为什么这个人叫做灯姑娘 这很诡异嘛 我们其实很少看到有人这样命名 对不对 更何况跟前面她本来叫多姑娘 就产生了突然之间的这个改名 这就非常的诡异 那么就这个现象必须说 历代啊一些洪学家都有注意到 那么他们的解读啊 我就觉得没有那么的切当 例如说张爱玲 她就以不确定的语气推论到说 灯姑娘这个名字的由来 她认为大概是金瓶梅里面 所谓的灯人儿 那金瓶梅里面的灯人儿是美貌的人物 像灯笼上画的 但实际上这是错的 这是错的 那么事实上呢 这个灯人儿在红楼梦里面是也出现过一次 是用来比喻谁 比喻林黛玉啊 她说林黛玉是什么 是个美人灯 有没有 风吹吹就坏了 有没有 意思是指她非常的脆弱 那这个当然不知道 是不是一定是受到金瓶梅的启发啦 但是灯姑娘绝对不是代表美貌的人物的意思 那么所以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 一个小说写的那么好的人 她作为一个小说批评者的时候 也许就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而已 那因此我们一开始就跟大家说明一下 真的一个小说创作者 她并没有批评权势上面的优先权 因为创作跟批评所需要的能力 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那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判断力 一定要学会区分清楚 不要混淆 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当然张爱玲她自己做这样一个推论之后 她事实上又承认说这个命名比较费解 换句话说她事实上也搞不懂 那所以她并没有察觉灯姑娘的一个命名的真正的用意 不过呢我要跟大家说明的是 在清代我的考察里有一位评点家 她事实上有很多意见我不赞同 但是在这一点上面她却是呢有真知灼见 这个就是解安居士 解安居士已经提到了一件事情 她发现她当然那个时候她看到的版本是陈高本 于是呢她不知道灯姑娘这个命名 但是呢她把握住同样改了名字的那个人物的重要作用 她说作者于秦文生死之寝 怡红七册之时忽写无贵媳妇 好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更成本里面的灯姑娘 她说忽写无贵媳妇 调情一段故属对影写照亦有所在 她说这个也是一种特别 好一种很特别的笔墨 她说窗外浅听 正所以表秦文之真结也 不然虚名二字谁其信之 意思就是说秦文一直说她单的虚名 可是谁相信呢 对不对连灯姑娘在外面听说了也没有人相信啊 因为她们的亲近也真的是已经到了日日夜夜 不必行迹的地步 所以要特别安排这样一个人物来证明她的虚名 真是虚名 然后呢也来表明秦文的真结 那所以从这点来讲 我们也可以看到后来呢 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这个功能 像于英时先生也提到 事实上她也不知道灯姑娘的命名寓意 以及为什么她要改名 可是她对于灯姑娘的存在 也已经把握到很正确的这个功能意义 她说其实灯姑娘的话 其实洗刷了宝玉和秦文的罪名 而且也根本澄清了园内生活的真相 也就是说园内的生活真的是私无邪是干净的 那么宝玉和最亲密又涉嫌最深的秦文之间 尚且是各不相扰 那其他的是不是就不难推想啦 对不对 所以像壁痕打发宝玉洗澡洗了什么 一两个时辰 然后水都淹都汪着水 连席上都两三个时辰 还不止一两个时辰 所以就这些隐隐绰绰 让读者们都心生遗痘的那些痕迹 都可以藉由灯姑娘来洗刷 因为他们真的就像小孩子 遇到水就很喜欢玩对不对 你泼我水我泼你水 所以整个房间就淹水 那所以这个灯姑娘的一个功能 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当然事实上呢 秦文他为什么可以说是最亲密 又最涉嫌最深呢 原因是因为我们以前已经提到过 这一段重要情节也是在第77回提到过 那是因为习人因为王夫人 这一两年间看中了他 他就越要尊重 有没有 所以凡被人之处或夜晚之间 总不予保育侠逆 所以反而更加疏远 那反而夜间总不予保育同房 反而是秦文 因为他是一个很伶俐很敏捷的人 而且真的是一个敏捷到举动轻便 所以这个人事实上也是一个干才 那么夜间一印茶水起坐呼唤之刃 就全部交给秦文 所以保育外床睡的是秦文 所以他们是最接近的 懂吗 静水楼台的 那么如果连匠人 嫌疑最深又最亲密的人 都是干干净净的话 那么你就可想而知 依红月整座大观园 除了思琪后来闹出那样的一个秀春囊事件 事实上他们真真正正都是干净到鲜不染的 所以从这点来说 从这点来说 灯姑娘的命名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是林芳直先生 他做的一个言简易概 而且非常周全的解释 他从根本处掌握了灯姑娘这个人物的命名寓 寓意跟存在功能 意思是说他的解释非常有趣 他照顾到灯姑娘之前叫做多姑娘 后来改名成灯姑娘 那这个改名又有什么意义呢 请你们注意 他不只是抓到灯姑娘的作用而已 他甚至回溯到了早期叫做多姑娘的时候 他的命名寓意 所以这个解释真的是非常通透非常完整 所以他说多姑娘之所以改名为灯姑娘 乃是作为耳聪慕名 能做公道证词的活人灯 所以形成了人的灯化的现象 就是人变成了灯 懂意思吗 所以灯姑娘就是跑出来 洗刷了这个秦文的冤屈 也照亮他被隐蔽的黑暗 那么所以他认为早期他叫做多姑娘 是因为要用他的个性不是什么满宅内延懒英雄吗 什么这个自情重义 然后事实上真的是一个非常浪荡的女子 所以他叫做多姑娘的意思就是多多益善啊 了解吗 然后呢所以这个多姑娘他认为有曝露意义 所以他叫做多姑娘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多姑娘是发挥试剂的作用 就是测试剂 那么所以你们看灯姑娘一开始 跑到跳到那个宝玉跟秦文之间的时候 事实上就是想要诱拐宝玉的啊 就是发挥一个测试的作用 你是不是真的是一个证人君子 是不是就可以测出来了 大多数的人不是对突然掉下来的厌服是 这个接受唯恐不及嘛对不对 有谁会要像柳夏慧一样 柳夏慧是坐怀不乱也没有把人家推开啊对不对 我开玩笑 所以多姑娘跟灯姑娘融合为一身 你看就在第77回这段情节 一方面他用多姑娘的本名 发挥试剂的作用 让我加上一段话 我觉得是证明他这种人 真的是浪荡到多多益善 完全是没有节制的地步 可是呢他这个时候又已经改名为灯姑娘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发挥了照茶的意义 你看就像我们一开始所说的光的所有的作用 所以他起的是浮躁的作用 这样了解意思了哈 所以我觉得这个解释非常好 就是说他兼顾到了灯姑娘原来叫多姑娘 而融合这两种特质于一身 而确实这在第77回的那段情节里是完全吻合的 然后呢也把这个人 从21回到现在的种种所有的重要功能 全部都考虑进来也都做了非常完善的解释 所以我们就可以由此就得到了 对于灯姑娘的塑造意义 已经可以说是完全掌握 所以请注意这个人一方面发挥他早期 叫做多姑娘的一种具有曝露意义 可是呢发挥事迹的作用的这一层 另外一层呢他改名为灯姑娘之后 他是具有一种照茶意义 而发挥的是足照的作用 那么就这点来讲灯异象那就更加的清晰 更加的巧妙哦 那么所以在这样一个灯姑娘的命名之后呢 所以我们就得要来思考一个问题了 因此习人说唯有灯之道 那么你就必须在红楼梦本身的系统里面 来考察习人的这一番话 确确实实绝非告密了解吗 这就是我要把这个灯唯有灯之道 来做这么多的一个说明跟解释的原因 真的只有不用心跟粗略的读者 那么没有粗略的不用心的伟大的小说家 好不好 那个根本是一个矛盾与词 所以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作为读者真的是要非常用功 然后我们要非常的善于 那么不要穿着附会的去尽量理解作家深层的用心 这个就是我提醒大家注意到的一件事情 那么所以我们花了半天的时间 主要是要来说明第三十四回 习人就是谏言而绝对没有告密 这不但在那一段情节里根本看不出来 事实上从灯之道的这一个灯意象来看待 你也可以更证明习人真的是坦荡无私 而且他发挥的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光的那么多种 很重要的象征作用 又有智慧又有足照又要发挥力量 又是一种心理的热情等等 这个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重新去理解 所谓告密说不要再用这四个字 那么去以而传而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行为